寿命长短,看眉毛就知道,医生提醒,眉毛若有这些异常,要小心了。张瑞关最近早上在洗脸的时候,发现自己的眉毛有点不对劲,眉毛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浓密了,还有几根眉毛竟然白了,他也感觉最近身体总是提不起劲,常常疲惫,稍微做点活就觉得气喘吁吁。 这天他和老同学李海北聊起这些情况,李海北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,哎,眉毛问题可大可小,我听说眉毛的变化可以反映人的健康和寿命呢。 张瑞关虽然半信半疑,但这话还是让他有点心神不宁,又想到自己已经好久没去医院做体检了,他决定还是去看看比较好。 到了医院,他详细地跟医生描述了自己眉毛的变化和身体的不适。 医生听后,安排了一系列的体检项目。 体检结果出来后,医生详细地分析了张瑞关的情况。 首先,医生指出,虽然眉毛的变化不一定直接关联到寿命长短,但的却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健康问题的信号。 张瑞关的血肠规显示他有轻微的贫选。 甲状腺功能测试也显示甲状腺活动偏低,这些都可能导致他感觉疲劳和眉毛的变化。 关于眉毛与健康的关系,传统观念中我们常常会忽视这一部分。 但其实眉毛的变化是可以反映出一些身体健康的信号的。 不同于普通的理解,眉毛的异常不仅仅是美容的问题。 它更深层次地涉及到了内分泌、营养状况以及慢性疾病的预警。 眉毛稀疏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个信号。 因为甲状腺激素对于调节身体的代谢至关重要。 一旦甲状腺功能减退,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。 这影响到毛囊的生长周期,从而使得眉毛变得稀疏。 此外,甲状腺激素不足还可能导致毛发变得粗糙。 一段,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眉毛不仅稀疏,而且毛发质地有明显的变化, 这可能是你需要去医院检查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信号。 眉毛突然之间变白,大多数人可能会归咎于老化。 但实际上,这也可能是体内抗氧化系统出现问题的反应。 身体的抗氧化系统负责清除自由基,避免它们对细胞造成伤害。 但是当抗氧化系统功能降低,自由基的累积可能会加速毛囊细胞的老化过程,导致眉毛提前白化。 除了遗传烟素外,长期的压力,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能对抗氧化系统造成影响。 如果眉毛出现大量脱落,这可能与铁缺乏性贫血有关。 因为铁元素是红血球制造的必需元素,红血球负责将氧气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, 包括毛囊,当身体铁元素不足时,可能会影响到毛囊的氧气供给,导致毛发生长不良,甚至大量脱落。 因此,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眉毛不断脱落,这可能是你需要检查血液中铁含量,看看是否存在贫血的情况。 营养不良不仅仅指的是体重减轻,更多的是指身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不足。 例如,维生素D、维生素B群的不足都可能影响到毛发的正常生长。 维生素D不足会影响到钙的吸收,进而影响毛囊的健康。 而维生素B群是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所必须的。 神经系统的异常也可能影响毛囊的功能。 要想保持身体健康,特别是从眉毛的变化中窥见的健康信号。 其实,有几个不太为人所知但非常有效的方法。 这些方法可能看起来都是比较普通的,但如果能持续地进行实践,会对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。 我们要谈到的是改善睡眠质量。 可能你会想,睡眠和眉毛有什么关系。 实际上,良好的睡眠是人体修复自身的重要时刻。 包括毛囊的修复与再生也大多在夜间进行。 当你的睡眠质量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时,是自己的身体进入了修复机制从而产生的影响。 这直接关系到毛发的健康。 因此,确保每晚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是非常必要的。 它会帮助身体更有效地进行自我修复和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。 从而促进眉毛的健康生长。 调节和优化饮食结构对眉毛的健康同样是关键的。 你可能听过你是你吃的东西。 这句话在毛发健康的语境下也同样适用。 合理的饮食应该包括丰富的蛋白质。 必须的脂肪酸,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特别是维生素啊,维生素C,维生素E,鲜和铁。 这些都是支持毛发健康的关键营养素。 例如,维生素A能帮助调节皮肤腺体的分泌。 过少会使毛发变得干燥和脆弱。 铁则是红血球血氧能力的关键。 缺铁会直接影响毛囊的氧气供应。 进而影响毛发的生长和健康。 通过增加蔬菜、水果、犬骨物和精选蛋白质、乳鱼。 肌肉等的摄入可以显著改善毛发的健康状况。 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也是维护眉毛健康的有效方式之一。 运动可以改善我们自身的血液循环。 增强身体的代谢能力,促进营养物质的输送至毛囊。 有助于毛发的健康生长。 同时,适量的运动还能减轻压力,平衡体内激素水平。 这得防止由压力引起的毛发问题。 如过早白发和脱发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通过优化睡眠,调整饮食和增加体育活动。 我们不仅能从根本上改善美貌的健康状态, 还能促进整体健康,预防多种疾病。 这些方法看似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 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视, 很难想得起来。 开始关注这些基本但强有力的健康习惯, 你会发现它们对你的健康带来的正面影响远超你的预期。 眉毛颜色明显变淡, 可能是贫血、营养不良、肝功能异常等原因导致。 需要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。 眉毛出现异常生长, 可能是皮肤病、肿瘤等原因导致, 需要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。 眉毛周围出现红肿、臊痒, 可能是皮肤感染、过敏等原因导致, 需要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。 眉毛的变化并非都是疾病的征兆, 很多时候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 但如果眉毛出现异常变化, 一定要及时就医, 以免延误病情。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 均衡饮食, 避免过度劳累。 适当运动, 可以延缓毛囊功能衰退, 保持眉毛的健康。 眉毛长短是否跟寿命有关? 在很多人看来, 眉毛长短跟寿命紧密相关, 认为眉毛长就是长寿的表现。 未能研究眉毛长短跟寿命之间的关系。 研究团队做过相关调查, 纳入600名老年致验者。 其中60到69岁的老人达到256名, 90到109岁的老人达到344名。 得出来的结果显示, 虽然眉毛长的人长寿组大于对照组, 不过长寿组中约72.7%的人眉毛并不长。 15名百岁老人中仅仅有5名眉毛长。 由此可见, 眉毛长短跟寿命没有任何关系。 男性50岁后眉毛变长, 说明什么? 一、遗传因素。 一个人的毛发稀疏还是浓密, 生长速度快还是慢, 均受到遗传基因影响, 眉毛也不例外。 如果母亲和父亲眉毛浓密又长, 那么自己的眉毛也是如此。 二、激素水平高, 毛发生长由雄性激素所掌控, 男性体内越多这类激素。 毛发生长就越旺盛, 生长速度就越快, 其中也包括眉毛。 男性50岁后眉毛变长, 这是好现象, 说明体内雄性激素充足, 能满足自身所需。 三、饮食原因。 现在的饮食文化越来越丰富, 各种美食层出不穷, 但经常吃油炸食物, 这类食物会含有激素, 因此会扰乱体内激素平衡, 促使眉毛生长。 四、营养状况良好。 眉毛生长需足够的营养支持, 尤其是蛋白质和维生素, 以及微量元素等。 男性50岁后眉毛变长, 说明营养状况良好。 五、频繁修眉毛。 频繁修眉毛会使得毛囊持续受到刺激, 激活眉毛生长速度, 从而加快眉毛生长。 六、年龄因素。 眉毛长短也跟年龄息息相关, 由于新陈代谢因素, 旧眉毛自然脱落, 新眉毛逐渐长出。 两者处于动态平衡状态, 但上了年纪后, 新陈代谢速度减慢。 些眉毛已经长出, 就眉毛却未脱落, 从而导致眉毛变长。